教室墙面这是什么 不会是水吧 不对 看起来不像水 那是什么 我们还是赶快告诉老师吧 教室里的事我都知道了 谁能告诉我 教室里的是什么 不知道 都不承认是吧 姨姨 来了 昨天只有姨姨请假没来 所以肯定不是姨姨弄的 姨姨 你一定要帮我找出是谁干的 好的老师 这是最新款的测谎仪 现在开始测试 琪琪 教室里的东西是你弄的吗 不是 滴滴 不是实话 不是实话 什么 琪琪 竟然是你 不是我 不是我 再来检测妙妙 妙妙 教室里的东西是你弄的吗 当然不是我 滴滴 不是实话 不是实话 你胡说 老师 我真的没说谎 你可千万别相信 妙妙别急 依依 再检测一下皮皮吧 没问题 皮皮 教室里的东西是你弄的吗 不 不是 滴滴 不是实话 不是实话 好啊 琪琪 妙妙 皮皮 原来是你们三个人一起弄的 这是太过分了 每人写份解讨叫给我 老师 真的不是我 测火仪肯定是坏了 老师 你可千万别相信 这 依依 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有了 我们看看监控 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我看 什么 你们三个放学后 怎么又都回来了 好啊 原来测火仪说的没错 就是你们三个一起弄的 快说 你们把什么倒在教室里了 老师 对不起 昨天放学后 我回来拿水杯 太好了 原来水杯在这儿 我的橙真也在这儿 皮皮 都怪你 我的衣服都弄脏了 极其妙妙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脏了 教室怎么弄成这样了 皮皮 妙妙 我们快打扫干净吧 我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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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扫干净了 我们快回家吧 就是这样 我们是把教室打扫干净才走的 没错 城市把地板弄成黄色了 可是现在教室的水是透明的 所以肯定不是我们干的 你们说的有道理 那到底是谁干的 哎呀 怎么感觉好复杂呀 不管是谁干的 我们先把教室打扫干净吧 好 好的老师 老师 我们扫干净了 老师你看 什么 水竟然自己出现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啊 我想起来了 这是一种自然现象 当物体表面温度低于空气温度时 空气中的水蒸气 就会在物体表面凝结形成小水滴 而你们弄洒的果汁 还有一些黏在地上 和小水滴混合起来 所以看起来像水不是水 我也想起来了 只要及时关窗 在教室里放上干燥剂 这种现象就会消失了 我现在就去玩 小朋友们 你们见过这种现象吗 我们下期再见